然后还有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在这个 我们上个礼拜还有一个新闻没说 就是Sam那个FTX是吧 这个没有跟大家分享 导播可以放一下 就是这个FTX的这个创始人 这个Sam Friedman 他这个刑期被宣判了 也就是25年 这是很长的一个刑期 对于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说 但是我看了这个新闻呢 我就有一个疑惑 就是首先25年的监狱生涯 对任何一个人来说 是非常非常漫长的 那像他这样的人来说 因为郭先生一直说过 FTX一定会完蛋 一定会消失 赵长鹏一定会完蛋 他能活得过这个25年的这个新期吗 会不会有意外的事情 或者是有不好的人 对他有一些企图跟想法 在他的这个25年当中呢 这个问得很好 你说25年很长 实际上对他的整个这个案情来说 我觉得太短了 理论上来说应该不止这个25年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Sam这个 实际上我们过去直播里面提掉了 他在MDC也跟郭先生有见过面 是吧 我们要了解的 那实际上在315之前 当时赵长鹏被调查 B&M被调查的时候 郭先生就有说过 这个Sam一定会被抓 因为他跟赵长鹏是有关联的嘛 他们过去有合作 要收购 被抓 被定罪 就郭先生之前就说 一定会被抓 一定会被定罪 但是还有一句 他还说了 定罪之后 一定会被 一定会被什么 他定罪了以后他想出来 会被 会被做掉吗 不是 会被豁免 会被豁免 当然这个我们 我只是郭先生说了 但是事实上会不会发生 我们只能看未来的发生 未来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您是说这个FTX的这个创始人 他会被豁免 对 郭先生过去有说过 但我也不理解 为什么他会被豁免 但我们就不知道 这个背后的这个 沼泽地的力量太大 咱们搞不清楚是吧 那这很有趣 对 郭先生有预料过 我们就看未来会不会发生吧 因为会豁免的 这个这个等级就很高了 是吧 OK 然后另外还跟大家分享 我们跟之前一样的 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个 郭先生过去的这个趣事 先给大家放一个视频 很有趣的娱乐性的这个视频 完了 我们给大家来分享 好 导播来放一个 小朋友 没看过的这个视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